你知道你捡了一个掌牙的铁锹是什么 叫洛阳铲 是专业的道路工具 掌牙的铁锹能否揭开藏匿的阴谋 它是不是怀疑到你了 我买了几个咽品都发给大家了 从今天开始就把它带到脖子 为掩盖真相 他再设谜举 你看这 天天早上就要给我 他说二嘎听说你也喜欢这个 给你就给我 你们干啥呢 闹剧频发 真相呼之欲出 你带这个东西干啥呀你 干什么干什么 走吧 敬请收看的方元巨镇 《卢花四序》第二季 经典版第七集 我发现那牛二嘎 根本就不像那扩建养殖场 这个应该是夯土层了 只能够炸就炸了 我马上就跟陈总汇报 谁能拿到后续投资 这个项目就由谁来做 我不准备扩建养殖场 我要跟刘建业一样 准备建度假村 养殖场可以拆 但手杀人家一敲土都不像东 我知道你不愿意管我 你不硬是非得要跟我一回路 同意了 我想再找点纸盒 自己前上后面翻个呢 等这些名气出头 咱们就可以远走高飞 过神仙日子去 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这个东西在哪儿捡的 在那个养殖场附近路边捡的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太好看了 东梅啊 这回你有孩子了 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不不不 姥姥 我就是看看 这是您心爱之物 我可不能要 东梅 你听我说 这个东西啊 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 这姥姥是不能传了 这回你有孩子了 你可以传 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再说 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 也不是没条件的 我呀不知道这个东西 能卖多少钱 可是你得告诉你的子孙后代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只能传 不能卖 姥姥 听您这么说 这个物件 还有啥故事 这个呀 叫子母鸳鸯鱼 听我爷爷说呀 我的祖上 由于抗敌有功 皇上亲赐此物 他就成了我们家的传家之宝 我祖上生了孪生兄弟 这个东西就得分开来传下去 可是久而久之 这两沟血脉却断了来往 我爷爷说呀 这个鸳鸯鸯鱼啊 大概这另一半已经失传了 为什么呀 你想想啊 没有后人 他不得随着逝者 身埋地下了吗 你干啥呢 哥 二华 客人 你帮我把这屋所有的报纸 都给我翻过 不是 你告诉我 我帮你找就得了 待会儿再说 你赶紧先帮忙 快 行 喂 好 我在合作事呢 行 你等我一会儿啊 好 约尔找我了 我去这事 去 去 好对的 哥 你先把那固服给我吧 约尔知道不在我身上 他该不高兴了 你跟季艾淑在合作室干吗呢 他叫我过去 然后就看见你给我这个虎符了 然后他就跟中了鞋一样 一句话都不说 就翻起报纸来了 一个劲翻的翻的 现在还在那个合作室翻报纸呢 看着虎符翻报纸 啥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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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你这个虎符上过报纸啊 别了胡说八道 这是我二舅给我的东西 怎么可能会上过报纸呢 不管了 反正这个 要不你先拿回去吧 月儿 我看金艳哥那样 我心里也不得劲啊 啥玩意你到底 不管了 你先送我回家吧 不然回去晚了 我妈又该骂我了 好 走吧 走 恭喜啊 你回孕了 真的吗 是真的 大夫 你没看错吧 不会错的 查得很清楚 确实回孕了 老书家 我想找张报纸的 什么一张两张的 那一堆呢 不是这意思 我是想找一张以前的报纸 你还记得吧 有一期报纸登了一篇新闻 说他兴成出土了明朝文物 还有图来的 那你拿我看看 就这晚上 这个呀 我脑里有点印象 那报纸呢 还有吗 有 在仓库呢 那我去给你搬了 你再找了行吗 我给你搬找 那行行走 好 啥事啊 不能电话里说 还把我遇到这儿来 深深眠眠的 二舅 这还你 咋的了 不喜欢啊 不是二舅 你这晚上跟哪儿来的呀 建业叔看着这晚上 不知道受了啥刺激 到处翻报纸 你什么诚心的呀你 啥玩意 你刚才说 刘建业看到这个 翻报纸 他翻报纸干啥呀 那我也不明白呀 还有给你投资那陈总 他到底啥人呢 我咋感觉他不像个好人呢 就 这孩子 你瞎说啥呀 那陈总咋不是好人吧 咱们要建的度假村 还有咱们家那养殖厂 人都是投资方之一 咋不是好人呢 你们昨天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什么要远走高飞 过神仙日子 还要带我和我妈走 那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啊 要走的话你自己走 我跟我妈可不走 真傻 傻 傻 人家陈总是说 把度假村啥都弄好了之后 答谢咱们家 让咱们全家人出去旅游去 你知道啥呀你知道 旅游啊 我以为整走了 那这 上次 你去哪儿啊 我回学校 爹 我这儿建议啊 你看是不是这张 对啊 对 就这个 这图咋整这样了呢 仓库能够炒 我这就磨绷了 看不清了 哎 姐姐 你要是不着忙的话 咱们得找着看看有没有好 不用了 老队姐 有这么地方 哎呀 我帮你勺勺勺勺勺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勺勺 这啥 姐姐 你 你找这张报纸去干啥呀 没啥事 啊 我说姐姐啊 人哪不管他啥事啊 又往开了想 千万不能钻牛脚尖 知道不 知道了 那我走了 哎 你个挺好孩子 你是他憋屈这样 哥 找我有事啊 二虎 嗯 我跟你说啊 从现在开始盯住你姐 尤其跟牛二嘎在一块的时候 盯住了 必须确保她的安全 不是 你这啥意思 我怎么没整明白呢 你想想啊 牛二嘎有三年没回村了对吧 这次回来她为啥突然都没有钱了 那我上那儿值 之前呢 我一直以为她是冲你姐回来的 可现在我跟你姐都闹成这样了 也没见他们咋样 你这话说的 那你还想让他们咋样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就那个陈总 给他投资的那个 他们是啥关系 他为啥那么支持牛二嘎 那我真不知道 你知道吗 虽然现在 还没掌握更确凿的证据 但我怀疑啊 他们见度假存实假 盗墓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 小点声 你知道 你捡了一个掌牙的铁锹是啥吗 啥呀 叫洛阳产 是专业的盗墓工具 哥 盗墓可是犯法啊 就赶紧报警吧 不行 咱现在还没掌握缺道的证据啊 而且啊 假如你二嘎真的在盗墓 她也不过就是个棋子 她背后一定是有人支持 你说那个陈总啊 对 怎么了 你还是回去盯着你剑 我现在就进场 我得去调查调查 打个打个 这个姓陈那到底是啥人 陈总 徐主任 你怎么来了 快坐坐坐坐坐 好 我这不请自盗 不好意思啊 有点唐突 不打扰你吧 不打扰不打扰 陈总 你这挺忙的呀 徐主任 不忙 我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 就听见喜鹊喳喳叫 俗话说得好 喜鹊喳喳叫 贵客要来到 这是喜事啊 看你说的 我这又不能给你们 带来啥经济效益 算啥喜事啊 此言差一言 咱们合作度假村 那不就是歇尾吗 陈总 我来就是想问问您 咱们这个后续资金 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过了年 我就给你打过这三千万 咱们先把基建搞好 哎呀 那可太好了 所以这些亲自来 是不是什么事呢 没有 没有 我就是进城办点事 顺路过来看看 那这样 以后咱们公司 就是咱们根据地 不行我来公司 给你准备一间办公室 哎呀 那可不用不用 陈总 你这太热情了 我都不好意思了 再说了 我呀 还是习惯在村里办公 啊 那就随你意吧 哎 不是 现在这铁锹 都含脸牙干什么啊 这能有啥用呢 这不我家铁锹吗 买卖不错呀 杨大老板 老板长 老板把你给吹来了 来 快快快快快 行 好 好 老板长啊 给你表达个歉意 上次 手头真是紧了 这次宽着用钱 这事 我这回不是为钱来的 而且这过去的事 你也不用老挂个心上 我是吧 你这熟人多 消息灵通的 我想跟你打听人 打听谁啊 有个叫陈大金的人 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啊 在这方言百里 玩古董的 没有我不验识他 古董 对啊 哎 那你说这人长啥样 我看咱俩说的 是不是一个人 这人长得挺胖的 所以我手里经常 还拿着手把劲去 陈董 陈董 您 您这小物件是什么呀 挺有意思的 这个呀 这都是一个小把劲 小吕 你也喜欢古董 没有没有 我就是看您老拿着它 挺好奇的 这做得还挺漂亮的 这样 兄弟 你要喜欢 我也给你整一下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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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么一问 那行了 陈总 你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兄弟 你别着急 咱们吃完饭再找吧 不了 改日 留步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走了 兄弟 你慢走啊 好 再见 他是做古董生意的 对啊 上节日还来我家里挑货 就是太挑剔 老要名气的东西 名气 名气是啥玩意儿 说白了 名气就是 古墓里的东西 那不是文物吗 我知道 我不做这生意 我要不喝他一点业 我来都没有 只是认识而已 咱老班长 你认识他啊 我跟他就是见过一面 这个人 你还听说过 他做什么工程建筑之类的事吗 他做工程这事我可没听说过 哦 那我就明白了 老班长啊 我想串你一句 离他远点 咋的呢 这也是神通广大 听说这二年发财了 开一个什么外贸公司 别做些违法滥机的事 把你给搅进去 咋呀你啊 吓死我了 你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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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冒出来的 什么玩意儿我干啥冒出来的 拿我这玩意儿干啥呀 你干啥冒出来的 拿我这玩意儿干啥呀 放在哪儿 不是 你的 对啊 你确定这是你的 不我的谁的 最后我抓住你了 你啥时候偷我家停销 放下 你啥时候偷我家 你啥时候偷我家 长得都一样 走去你家的 我说是我家就是我家的 你叫他能答应吗 不是 还用叫啊 你过来 你看看 你看这啥 马服务生 这不你吗 不废话吗 啥是我偷的 不是 你个破底枪 你有病啊 你玩客名啊 不是 你个小偷 你给我横什么矮呀你呀 说吧 咋的 公了私了还是总了 总了 什么是总 总了 总了就是找你们老总 我跟牛总打电话 马哥 马哥 别 别拉 你给我点私料呗 那好吧 私料吧 还有吗 就这些 都在这儿 想要可以订做 不如先拿这些 有钱 三百块钱 三哥 三哥 你在哪儿呢 我在古城呢 你在等我 过去找一条 那啥事 电话说吧 不行 我必须得跟你借个面 你这盛墙那儿等我 我马上过去了啊 那行嘞 不用找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那你们陈总啥时候能回来啊 他没说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 不用不用 我就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就行 那行 您请坐给您倒杯水 行 水就不用倒了 别麻糊了 我也不渴 姑娘 我是搞统建的 听朋友说 你们陈总要搞一个度假村 我先过来看看 有啥活整点 挣他小钱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您还是等陈总回来 亲自问他吧 姑娘 你们公司这么大事 你都不知道啊 具体的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您先在这儿坐着 我给您倒杯水啊 行 等等 那他都看到啥了呀 你们村里的鸟看图 还有桃上路线图 虽然他没看全 但是我感觉他发现点事 两张没看全的图 他能发现点啥呀 不对啊 他突然出现在我公司 他在这儿来干啥呀 他 他不是来问你那个 项目工程款了吗 你啥呀 那工程款合同里 写得清清楚楚 他能不知道 好 来 您先喝水 行 谢谢 余秘书 你这秘书当的 可是够亲密的 喂 卢总啊 那个工程啊 您的工程吧 价格太低了 真接不了 不是 你确实是太低了 你要实在不行 咱这么得问 也许他太心急了呗 胖克你别担心了 都没我了解 他没那么深征服 不会有事的 兄弟 咱是干啥买卖的 你心里清楚 房源之心不可无 另外 他和刘战烨 还没有离婚 我这是特意来 就是为了提醒你 别被感情蒙蔽了双眼 就由于女人 坏了咱们大事 啥感情不感情啊 哥 你 你 你看我现在 进这车废料 不就是给他看的吗 但我还是担心 胸梅不简单的啊 姥姥 你咋在这儿呢 这不是二嘎吗 是吗 是 是开车小轿车了 充息了 充息啥啊 姥姥 我 我改名了 我不叫牛二嘎 我现在叫牛百成了 这小车车还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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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家差远了 是啊 这时代不同了 日子好过了 人的心思啊 也更野了 也该收敛了 姥姥 你看 我给你带了这么一个小物件 给您 你拿着玩 说这个东西辟邪 辟邪 嗯 姥姥从来不信这一套 行了 就当个小玩物 拿着玩啊 我走了 辟邪 哪儿来的邪呀 好 喂 东北 哦 二嘎 你在哪儿呢 我在家呢 建议没在家 我给我妈做饭呢 你有事吗 哦 是这样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这个度假村寄件的事 你有时间 我来接你 那 明天去村里说吧 嗯 别接 我都过来了 就在你家门口呢 行吧 来 东北 好 那啥我 听说大娘不熟悟了吗 给大娘 买了这个 哎 你这是干啥呀 我妈不稀罕这些玩意 你快收着吧 哎呀 不贵的 你拿着 给你说收着 纪念品拿着玩 给你说收着 哎 我今天去了陈总公司了 哦 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哎呦 这说来话长啊 我当时在城里打工不是吗 当时搬砖 那砖舵的一下倒了 差点炸一工人 那我给救了 这工地就是陈总的 啊 这工地最怕出这事 陈总为了感谢我 就把我留在公司里了 一直到现在 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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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呗 到了 那谢货吧 来请 那个你有点 我有点事跟你说 啥事啊 这 哦 徐悦主任他也不是外人 你说呗 哎呀你没说那就赶紧 大家工人现料 把他的姓车啊 他的姓车 快点 快点 你这 让我来就为了 看这车料啊 你姐来了 姐 你咋回来 许主任也来了 去 牛总跟我商量激见的事 我不来也不合适 也是啊 借工作之名 等一下要跟老板混在一起 当心点 别整啥绯闻来 刘大鹅 你这咋说话呢 姐 你说啥呢你 你干啥呢 行了 没什么重要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 不不不 东北 你等我 行了 你跟你姐聊去吧 早就是这样 电话里说不就完了吗 哎呀 你这二嘎 你这个送啥呀 人家啥身份都用你送了 你这大主人用你送了 快回来得嘞 许主任走了 回来了 哥 我不让你看着你姐吗 咋跑这儿呢 刚才估计给我打电话了 说让我回来给大家热热饭 我妈呢 在屋里歇着呢 哎 你刚才发微信 哎 你刚才发微信 让我给你打电话 说了也得乱七八糟 啥意思啊 二货 我上陈大金公司去来的 不好脱身了 我让你给我打个电话 我接引他出来的 你直接问他了 你哥有那么二吗 我是看他出不去了 冒充包工头进去的 咋样 爸能干啥吧 回头再跟你细说吧 反正这个钱拿金拿 是有问题 你这么的 你先回去看着你姐 啊 晚些时候吧 我给你发个微信 咱俩上那个养殖厂 去看看有啥动静没有 嗯 那行 我上回吧 就光顾着倒土了 那陆阳产的事我就给忘了 我再回去一找 就没了 这么大事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我怕你说我嘛 我说我就没想告你 后来兄弟们要用 我就合计上超市买一把 完了超市关门了 我就把马浮生家 那个铁锹和二十勾子 给顺回来了 我合计那晚上长得都一样 那被发现的时候 打死不成认呗 没想到 这小子往那铁锹上刻鸣 我就赔了一百块钱了 少儿 赔一百块钱了 你有钱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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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什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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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刘建议 他 陈总 你们认识啊 你都和他说啥了 啥也没说呀 他都问你什么呢 喂 刘建议下午冒充八方头上罗公司来了 哈 他去那儿了 我怀疑这小子好像知道点什么 来调查咱们底下来了 那他打算干什么了吗 好在我们秘书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他调查咱们终究不是啥好事 胖哥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呀 我怀疑休冬梅和留恋夜还有联系 上午休冬梅上公司来 下午留恋夜就又来 他是不是怀疑到你了 不会吧 我 我也没 没露出什么马脚啊 他们要是发现了什么 应该报警才对 现在形势对咱们不利 你这样 把你给几个工人撤掉 我派西人过去抓警方 好 好的 另外 了解了解 徐东梅和刘建业 他们怎么是怀疑到咱们偷上的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战吧 抓紧啊 天真冷 你不懂啊 啥事 惊呼说呗 非得给车里说 是这样 二毛龙拿你们家那二十勾的那事 你跟别人说了没 没有啊 哪有那事 这是刘建业好像知道一些 不是 他也不是说都知道 前面那个他知道 后面这才不知道我 是 什么啊 前面后面的 你就告诉我 刘建业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事 那 刘建业听我说啊 原先不让我给刘建业介绍对象嘛 介绍对象我也没介绍成 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他院里的有把铁锹 上面还焊了二十勾子 我就以为是我家丢的呢 我顺手我就拿过来了 当时也是跟老刘太阳生点气 回忆我一下我就跟二十勾子砸下来了 后来我家大英说那铁锹不是我家的 再后来刘建业来就给拿回来了 哎呀 这事你咋不早告诉我呀 你 您也没问我呀 我不告诉你 只要有一消息 你第一时间先告诉我呀 你跟我说那是监视刘建业 没有监视铁锹 我 我 我 哎呀 你发我都弄结婚了 我 哎呀 行 行 行 别说这事了 这一百块钱你拿着 这 这 这不是有消息了吗 这事 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哎 行 行 行 你放心 我知道你行 我糟糕了你了 哎呀 回去吧 回去 你 牛总那什么 我还有 还有点事 还有啥事 你看你那度假村现在都建设上来 建成之后啊 那部门肯定少不了 我这开这个潮市这么多年 我有经验呢 到时候你给我安排个部门经理啊 行 这 这事以后再说吧 对 答应了是吧 哎呀 你可别骂你了 你先回去吧 行 牛总 我这事就就这么定了啊 哎呀 你拿过来 你把这个拿着 嗯 从今天开始就把它带到脖子上 我 我带上啊 一定带上啊 不是 这 这幸福 来得太突然了 牛总 我知道这肯定是咱们 就是度假村的那个 就领导层的标志 是不是啊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放心 牛总 我知道 我就好好给你干了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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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妈 小毛病了 哎呀 我说呀 你还是别大意 还上医院检查检查吧 没事 检查啥呀 我就是这两天胃着凉了 没事 来 姐 赶紧趁热吃点 不吃饭哪行啊 二虎快端出去 咋的了那是 快快快 端出去 你姐闻不了那味 你快快拿出去 行行 我还热 喝点水鸦呀 来 杜梅啊 你是不是怀孕了 妈 咋可能呢 我跟建业都这样了 那怀孕 你这两三个月才能有反应 我看你笑 我倒是想了 哪能那么容易啊 妈 你看别跟别人说啊 这违勇的事 妈一传出去 让人多笑话呀 妈知道了 走 去养这儿 等会儿 我不进去看我姐啊 改天吧 我姐病了 她咋来了 她现在吃啥都吃不进去 看啥都恶心 就是吐 挺严重啊 她说不严重 她说天凉了 可能她胃口不好 回头再说吧 走 那行吧 我分析现在刘建业 她已经对这个洛阳产 还有护福对咱们产生怀疑了 外部的刘建业下午上我公司来了 这事要让她抓住五方 咱就被动了 是 邦哥 你别着急 她可能还是在猜测和怀疑的阶段 我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把那护福买了几个宴品 我都发给大家了 下一步啊 我再多做一批那个洛阳产 你现在已经干到牧师了快 这洛阳产还有啥用啊 那洛阳产不是咱自制的吗 到时候咱度假村也能用得上 眼人耳目 不 他们这么早就睡了 不应该啊 他们应该晚上有动静才对啊 怎么能让他们的弟弟也干活 他们听不着啊 也背不住 凭我对刘建业的了解 这小子还会来养殖场 监视咱们的一举一动 邦哥 你新派那几个人 你千万让他们后半夜再来 这样更安全一些 这没问题 我一会儿就能打电话 还有啊 你身边那个二毛呢 那就是一个电视炸弹 你赶紧把它开出得来 二毛呢 你跟我好几年了 这小子给我耽误了不少事 但是我 一好之为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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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带来 在下面随时跟我联系 听见没 好嘞 这怎么又一宿没脱衣服啊 今天了吧 八点多了 快起来吃口饭 我都给你做好了 你咋没叫我起来做饭呢 快吃口饭 去看看东梅吧 嗯 哥 你咋不进屋呢 阿伯 你来 你看这啥 咋变两了呢 今天早上月儿给我的 他说二嘎听说你也喜欢这个 给你一个给我一个 我看虎福找报纸的事 你是不是跟月儿说了 都怪我 我早点跟你说明白就好了 咋的了 还咋 这不是明摆的事吗 你二嘎出招了 他肯定整好几个这晚上 混淆视听呗 那咋咋的啊 怎么看来啊 他们谁有八九是在盗墓 从今天开始 咱们开始评这块地 哪块 听不懂话呀 从院外 往里评 到时咱们开车时装调 我知道了 刘总 给村里人看的 是吧 就你聪明 是吧 就你聪明 就你会说话 快去吧 都没来了 这一大早就安排他们干活呀 许臣好 干活去呀 我又去了 这东西还是洞里 好 好 好 那边 我拿点东西我 这都给咋整呢 这孩子就毛毛笼笼的 二总 还救命 二总 那个啥 我想去那边看看 这不嘛 你这开车反正都得拆了 我婆婆想在院里盖个棚子 看看你这儿 有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 要拆了都是些废料 哪能用啊 你等开车我进去新料 我给大娘拉过去不就完了吗 那哪行啊 进度假村的料 哪能随便用啊 咋的 不方便呀 有啥不方便的 主要那里边堆的乱七八糟的 脏兮兮 你去干啥 没事 我去看一看 行不 行 领导来了 咋能不行呢 走吧 走 走 东美 老板 这咋这么大醋味啊 有醋味吗 我拿那醋 不是 那里太买了 别去那 我拿那醋啊 是给那羊 你看我那些羊 往毛上涂 让那羊毛 毛质更好了一些 有这样说法吗 我早没听说过 有啊 太简陋了 怎么走 走 快进屋吧 走走走 杨俊 好 走 进屋 哎呀 算了 好好干啊 赶紧干 我告诉你啊 不好干 你又怎么说我 我就说你呗 换一下姑娘来干啥来了 玩来了 像我一样 站起来 行 二哥 那个村里还有点事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不是 你这屋再待一会儿呗 不用了 你有什么事 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不是 你等我 我开车睡着 不用了 我就走了啊 你着啥急你这 哎呀 干啥呢这是 你们干啥呢 没 这怎么了这是 你带着不玩 干什么玩呀你啊 吓死我这鬼子的 你这不废话吗 我冬天不带她 我不动脸吗 咋的了是不是 我 我 哎呀 我姐 整脑还可以 你下来了 快 快起来 快起来 咋回事啊 不是 主持人 我的丑腾眼神 行 行 行 你带这个东西 干啥呀你啊 你看你把扶生吓的 我干活儿来的吗 干什么干 走吧 走走走 走 别干了 你的腿没事吧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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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 我不送货了 我得回去 主持人 你回村不去 我回呀 回村 我 我跟这车拉你一段吧 干啥 一起走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 那你慢点啊 东北 牛大哥 在家呢吧 牛大哥 这不是合作说的 刘大经理吗 哪股风把你吹往家院来了 那合作说不忙了 想起来了 这大冬天的你也干不了啥了 说够了吗 牛大哥你也不用阴阳怪气的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你吵得过我吗 说 啥事 你们家竹竹贝贝的 看护这个守山上百年了 你知道为啥吗 你管得着吗 牛尔嘎之前要扩建养殖场 现在又要建度假村 它有时机行动 与你有关系吗 不是 陈大经给牛尔嘎投资 因为啥呀 他是啥人你们了解吗 我不用了解 你不是看人家有钱吗 你眼红吗 我眼红 牛大哥 我刘建业是啥人 你应该清楚 我是那眼红的人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 陈大经他根本就不是 干建筑工程的 他是做古董生意的 准确地说是专门捣 那古墓里边东西的 刀墓 不可能 你可别胡说八道了 我家二嘎不可能 干他取得事 是 二嘎是跟我一块长大的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还坏不到那个程度 那万一他是被陈大经 蒙骗利用了呢 那就是犯法 对不对 你就一直没怀疑过 如果这山上真有古墓 假设他们真的在盗墓 我怀疑啊 他们这个盗洞 就在你家养殖场 那个仓库里边 你说的是真的呀 是不是真的 咱得看看才知道啊 我之所以没直接报警 就是不想看着二嘎进监狱 这个牛二嘎 他要敢干这儿取得事 我跟他拼命我 我去看看去 走 我也不是故意的 比如我 他 他那胆也太小了 那谁能承想 这 这事啊你说 牛总 你别生气了行不 这事我错了 但是这事 我也不知道咋的事 我戴面招又给他下出了 他胆也太小了 行行行 我就应该听陈总的 早今天把你开了 别开我呀 牛总 那这事不赖我 不怪你 怪谁 不赖你 赖谁 那你那 你那雷皮梦也没好使啊 我那是悬一学 是悬一学 滚 小婿 我来 姑娘牛总 姑娘牛总 牛总听到 牛总听到 康祖词已经打透 发现一块石壁 上面有字 姑娘牛总 姑娘牛总 石壁呀 基本全露出来了 牛市 一百三十二口 安门朝展 恩泽子孙 万事敬仰 你给我看好这个仓库 别让任何人进来 别让人进来 不会把我弄 有好事要懂得分享啊 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我马上就过去 你现在在我手里 他就不敢报警了 拜薛主你下去 休休息 我刚才给薛主你打电话 是你接的呀 他来我这儿拜针 把手机忘到这里 这个叫植物约烟鱼 很有可能就得木里 用这个去找 这木不能炸 不能炸 这事可都不好办了 您让我检查训证的包 我找到这个您看 终于被魂找到了 这可是上千年的宝佩呀